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乔恩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1979年4月4日 陈乔恩出生于台湾省新竹县 因为父母的原因 小时候的陈乔恩经常转学 这使得他并没有固定的朋友 所以早年间 他的性格比较孤僻 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 最大的爱好就是一个人安静地看书 到了高中之后 陈乔恩转学得更加频繁 三年就转了三个学校 因此 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 不过 他的作文和美术两科却一直不错 1999年 陈乔恩从新竹光复高中毕业 就去了一些娱乐公司做兼职模特 而此时 同样19岁的霍建华 也正在传播公司做小助理 此时 霍建华在抱怨之中 另一边 陈乔恩很快就获得了机会 他以搞怪搞笑的表演风格 在选拔新秀会中 出奇制胜赢得了冠军 于是 捧红过张雨生和陶金莹的 台湾娱乐圈大佬孙德荣 就一眼相中了陈乔恩 把他牵到麾下 同时牵下的还有名道 在牵下陈乔恩之后 公司就让他出演了个人的 首部影视剧作品《薰衣草》 正式进入娱乐圈 2002年 在公司的安排下 陈乔恩化名小红恩 主持旅游娱乐类节目 23岁的陈乔恩将自己幽默的风格 发挥得淋漓尽致 之后 他还被台湾娱乐圈 综艺教父级人物吴宗献 点名合作主持台式综艺节目 《综艺旗舰》 不过 陈乔恩此时并不想做主持人 而是想演戏 这个时候 陈乔恩遇到了一个名叫 陈正飞的男孩 陈正飞是一个海归 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两人的关系不清楚 不过 在陈乔恩35岁的时候 他还曾向陈乔恩跪地求婚 在事业上 陈乔恩虽然通过主持节目积累了一些人气 但他就是一心想演戏 而老板孙德荣却逼着陈乔恩加入了七朵花女子组合 认为综艺节目才是陈乔恩以后的路 于是两人有了严重的分歧 孙德荣一气之下 直接把陈乔恩血藏 这一段时间将近一年 没有任何资源和曝光度 这也就意味着 陈乔恩这一段时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 他只能待在出租屋里 吃着面包生活 每当想起自己的事业 总是头痛不已 尽管生活质量得不到保证 但是陈乔恩就是不向公司妥协 这件事引起了三立电视台高层 苏丽妹的注意 这个苏丽妹人称铁娘子 从一个小演员 做到当时台湾电视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 还与三立电视台的总裁张荣华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但他赏罚分明 性格倔强 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 也许就是这样的性格 让他对同样倔强的陈乔恩产生了兴趣 这一年 当兵归来的霍建华 凭借着海豚湾恋人 已经小有名气了 于是 在苏丽妹的安排下 陈乔恩和霍建华 温兆伦 林伟军一起主演了偶像剧 千金百分百 这部剧播出之后 一剧拿下了台湾偶像剧收拾冠军 而且 陈乔恩还和温兆伦传出了绯闻 在拍摄完了之后 霍建华就被这个长相甜美 身材活辣的陈乔恩吸引了 虽然媒体传陈乔恩和温兆伦的绯闻 但实际上 陈乔恩早已勤归霍建华 还被记者拍到 两人一起逛街买内裤 这部剧拍完之后 陈乔恩彻底地火了 偏约不断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心情去拼事业 已经沉迷在于霍建华的爱情之中 不过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害怕曝光 所以在被记者拍到 两人逛街买内裤之后 陈乔恩再次被公司雪藏 而霍建华则是开始转战内地 而且在多年之后 霍建华谈及与陈乔恩分手的原因表示 他要的太多 而我只想要事业 不知道是不是一有所指 在去到内地之后的第二年 霍建华就凭借一部天下第一 站稳了脚跟 刚过了把戏影的陈乔恩 则是在老板孙德荣的安排下 出专辑 陈乔恩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公司为了惩罚他的这个行为 再次把他雪藏 就在这个时候 陈乔恩又认识了一位男闺蜜 那就是澳洲的财团顾问Michael 两人当时的这段恋情 引起了满城风雨 主要是Michael被报道后宫家里三千 是酒吧夜店的常客 虽然媒体的报道不断 但是两人的这段恋情 依旧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年 2005年 陈乔恩和明道合作主演偶像剧 王子变青蛙 打破了流星花园所保持的 最高收视率记录 26岁的陈乔恩 也成为了台湾电视史上 首位收视率突破8%的女主角 电视剧拍完之后 陈乔恩和明道有点假戏真作 有媒体拍到陈乔恩和明道一起逛街 吃夜宵 俨然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于是陈乔恩和明道在夜店上演 激情热吻的戏码 女粉丝们一看这个情况 纷纷脱粉 明道的演艺事业下滑严重 陈乔恩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公司为了惩罚他的这个行为 再次把他血藏 在2006年到2007年 这两年陈乔恩再次陷入 无戏可拍的地步 只能在曾国成的帮助下 做起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主持工作 此时的霍建华与林心如主演《地下帖》 被传出于林心如假戏真作 甚至经常穿情侣装约会 明道也在公司的力捧下 影视歌全面发展 直到2008年 陈乔恩和卵津天主演的 《命中注定我爱你》 一举让陈乔恩登上了偶像剧女王的宝座 这部剧更是再次打破了之前 陈乔恩和明道《王子变青蛙》时 创下的收视率记录 并且这部剧火到了国外 连美国华尔街日报 都专门开专栏进行报道 陈乔恩和卵津天来内地上节目时 直接刷新了节目的历史收视率 也让陈乔恩获奖无数 同时更是再也不用担心被公司封杀了 一年后 陈乔恩就与老板孙德荣合约到期 他没有任何犹豫地直接解约 当然 那个七朵花组合也从此宣告解散 后来 孙德荣患上了不治之症 又陷入了西维竞品的丑闻 在圈内变得人人喊打 在解约之前 陈乔恩还参演了一部电视剧《福气与安康》 还与剧中的两位男演员 邱泽和蓝正龙打得火热 要知道 这个时候 陈乔恩与Michael还是不清不楚的 也就是说 陈乔恩要同时应付三个男人 据说 有一次邱泽生病了 陈乔恩得知后 就赶去照顾他 而且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他 还在邱泽家里睡了几晚 而另一边 蓝正龙又传出了 因为陈乔恩和邱泽而深夜买醉的消息 也许是真的应付不了这么多男人 陈乔恩面对媒体直接说 我与蓝正龙不熟 不管蓝正龙如何伤心 邱泽因为这句话对陈乔恩更伤心 干脆陪着陈乔恩一起到内地来演戏 到后来 陈乔恩提到邱泽时 直言自己和他并不熟悉 不过邱泽与陈乔恩分手后 很快又牵起了一位更年轻的女星唐嫣 之后 陈乔恩又陆续出演了三部电视剧 让他在内地开始站稳脚跟 不过这个时候 陈乔恩也已经32岁了 他也想要结婚生子 于是 有一个人 就给陈乔恩介绍了一个男明星 介绍的这个人就是天后杨谦化 之前杨谦化到台湾宣传自己的新专辑 与陈乔恩一见如故 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而被介绍的 那明显就是香港演员古天乐 这一年 古天乐41岁 两人男未娶女未嫁 一个是台湾侍后 一个是香港影帝 怎么看怎么般配 于是两人就试着交往 当时这件事在天涯还曾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2013年 陈乔恩和霍建华出演《笑傲江湖》 两人因为这部剧有了复合的苗头 但此时 陈乔恩与古天乐还发展着地下情 而此时 林心如对霍建华有好感 但旧情复然的两人管不了那么多 就在这个时候 有媒体报道 吴君如想把陈延熙介绍给古天乐 而这个消息被陈乔恩从综艺节目中得知 古天乐可能本人都还不知道此事 但有了理由的陈乔恩直接与古天乐分手 与霍建华的再度复合就只差官宣了 但谁知道先是李晨和张兴渝分手 其中有一条传言就是张兴渝劈腿霍建华 接下来又有一位特殊职业者 站出来爆料霍建华曾经在他家过夜的消息 而且他还转发了之前陈乔恩按戳戳秀恩爱的微博 说他记得这是霍建华的表 这一下让陈乔恩的心直接凉了 两人连继续做朋友都难 最后霍建华辟谣了此事 但两人也回不去了 于是霍建华再度回到了林心如的怀抱 而陈乔恩也许是厌恶了这些老男人 把目光投向了小鲜肉 2016年有媒体报道陈乔恩睡了屋垒 要知道两人差了20岁左右 此事一经爆出就迅速成为热点 不过此时陈乔恩与王凯的绯闻也居高不下 陈乔恩的妈妈更是传出了王凯是自己理想的女婿 而陈乔恩在参加综艺节目 也放出了一年内肯定结婚的消息 于是很多人都认为陈乔恩已经有了合适的对象 大概率是王凯 但谁知道这只是陈乔恩的一句细言 直到2019年陈乔恩登上一档节目 与一个叫艾伦的人在节目中谈情说爱 艾伦据说是马来西亚的富二代 住的豪宅面积大的能跑步 单单是车库都比陈乔恩的家大几倍 目前是某家食品公司的总监 但陈乔恩出门约会都是坐的私人飞机 他也是个艺术家 家里的走廊满满都是自己的私人画作 不过这个时候 网友却挖出了这个艾伦经常出入夜店 点钟辣妹 俨然就是一个渣男 但陈乔恩却不买账 并且还发文为了艾伦怼自己的粉丝 不过大家依旧不看好这两人 如今艾伦和陈乔恩已经恋爱快两年了 虽然陈乔恩表示 像求婚这种自己的私事不会对外界公布 但有眼尖的网友已经发现了他无名纸上的戒指 尤其是不久前 他已经把对艾伦的称呼由曾先生变成了老公 而对方也以老婆做回应 自从去年艾伦去台湾之后 疑似已经和陈乔恩过去了同居生活 狗仔就未曾放弃过跟踪拍摄 也多次拍到两人一起逛街吃火锅 而陈乔恩似乎还幸福地发胖了 现在的陈乔恩经常被网传说结婚了怀孕了 粉丝们也都纷纷祝贺 但是每一次陈乔恩都选择了辟谣 并且说有好消息我会告诉大家 近日许久未晒自拍照的陈乔恩上线给粉丝发福利 并复闻想到财富脸太不精致了 陈乔恩近照简单扎着头发锁骨漂亮 尾脸间下巴抢劲 脸部轮廓清晰了许多 平平被传怀孕的她并没有晒出全身照 看不到身材变化也无法辨别陈乔恩到底瘦了没有 媒体曾拍到艾伦陪女朋友去调理身体的画面 停工近一年被猜测备孕 陈乔恩方没有正面回应 不管怎么样祝福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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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费 akaikPor Jeff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ubscriber